法国阵风战机前往印度进行航母测试 美媒扯上中国 美国媒体近日关注到 来自法国的阵风M战斗机 即将前往印度进行航母起降测试 参与印度航母新型舰载机的采购项目竞标 美媒分析称 阵风M战斗机与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的升降梯 可能尺寸不合 美媒还挑拨道 印度在新型舰载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发生于中国 在航母领域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1月3日报道称 法国的阵风M舰载战斗机将于本周前往印度 进行陆基起降测试 与美国研制的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展开正面竞争 竞标印度海军的新型舰载战斗机项目 报道称 来自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M战斗机计划 在1月6日前往印度果阿邦南部的汉萨海军基地 进行测试 该基地拥有一处暗机测试设施 包括一具用于模仿印度海军航母滑跃甲板的跳台坡道 印度很可能将基于这项测试结果和其他因素 为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选择所用的舰载机 战区援引印度媒体的报道称 法国阵风M战斗机将在印度的舰载机暗机测试设施 进行为期12天的测试 模拟在航母上起降的过程 战区介绍说 阵风M战斗机原本是为法国海军研发 作为该国海军唯一航母带高乐号的舰载战斗机 自2001年投入使用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改进升级 惯用了新型的武器和航电设备 包括有源电子扫雷阵列雷达 还参加过多场实战 阵风M战斗机还具备在美军航母上起降的能力 报道提到 阵风系列战斗机陆基版本已经在印度空军服役 包括在所谓拉达克的地区进行前沿部署 而在这里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持续的对峙 不过报道认为 不管是阵风M还是超级大黄蜂 在登上印度国产航母 维克兰特号之前都可能面临更多的障碍 按照这艘航母的目前配备 其用于运送舰载战斗机的升降T尺寸太小 似乎只适用于印度已经引进的额制 米格29K舰载战斗机 报道称 考虑到这一点 印度海军现在致力于评估这两款尺寸不合的战斗机的做法 似乎有些奇怪 战区援引印度斯坦时报的消息说 印度海军今年可以尝试从法国租赁 4到5架阵风战斗机 让飞行员熟悉该战机的上舰操作 同时对维克兰特号航母进行必要的改装 报道还称 印度海军可能还在期待下第二艘国产航母 这一航母的排水量将达到约6.5万吨 而相比之下维克兰特号的排水量只有4万吨 报道称 印度其他候选的新型舰载机 还有应对国产的LCI光辉战斗机的舰载版本 印度目前正在研发双发版本的光辉舰载机 报道海总结说 印度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生于中国 在航母领域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在印度已经引入俄制维克拉玛第二号航母和建造 首艘国产航母之际 中国已经列装了两艘航母 至少现在 印度可以期待能够近距离观察两架先进的西方航母 舰载战斗机的性能 而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还在海市 目前还不确定会用哪款舰载战斗机 以及可能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改装 而印度所调整机能够近距离的性能够近距离